Hello 大家好 我是Honey的陈小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的大金融投资周报 今天是4月11号 下边开始我们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KLCI连账三天 要起一波航行了没有 第二个是套股本周出现暴障 要反转了吗 第三个房地产钢铁的股票会持续上升吗 在这三个问题呢 我们展开今天的讲解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三大股指的走势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KLCI综合指数 KLCI本周收了一个不错的阳线 而且收盘价突破了上周最高价 是一个不错的阳线 类似于这个位置 从专家资金角度来看呢 本周的比例是12.882 上一周的比例是12.029 无所增加 但是增加呢不太明显 目前呢在周先的结构呢 之前是三周一上升 目前转成两周一上升 那么在横摆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看到多方呢在不断增强 这边是两周 这边是三周 那这边应该是几周啊 四周 当然 但理想的范围是这样子的啊 能不能这样四周呢 就取决于后边庄家是否明显增加 以及呢在趋势状况能否转回来 是吧 如果说它能够到蜡烛翻红色 庄家有明显增仓 那么四周呢就有希望了 对吧 在日线当中呢 确实出现了不错的上涨 其实如果说你认真观察 从这个高点到目前为止呢 很少有出现过连续三天的阳线 那么这边出现过 这边也出现过 但是呢 都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出现连续三天阳线之后呢 第四天都见了定 那么连续三天阳线 第四天都见了定 所以最害怕的是下里边一就见定 所以要提防这种可能性的产生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之前呢 买股票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尽量 过了礼拜一礼拜二之后 再去考虑是必要买股票的问题 日线当中又到达了非常重要的阻力位 1616点的附近 这个阻力呢已经很多次了 没有被突破 那目前可以看到 前面在这边这边以及这边的三次 这是第四次的第五次尝试突破 如果本次能够突破的话就好了是吧 在下里边一里边呢 我们也是要看是否能够站在1616点之上 否则呢还是不太乐观的 当然向下的空间也不大 就是这个区间大概在1565到1568之间 这个位置 最好不要创新机 那这边呢目前在走的是哪一浪呢 走的是A浪 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 前边的一波的反弹 没有超过这个起跌点 这一波的反弹 也没有超过这个起跌点 然后这次明显的呢 这个反弹已经超过了这个起跌点 所以这是进步的方面 是不是 多方确实很强 所以接下来在抖壁的时候 最好不要创新跌 否则的话容易结束整个上路趋势 然后后边有C的时候 会容易上路比较多 从庄家的角度来看呢 从这个趋势角度来看呢 你发现它也是下跌五浪之后的A A之后的B 最好不要创新跌再放红 这样那个C就容易反转 然后从日线角度来看 是这样子的 然后前边呢 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一个情况 就是说 一旦出现三个洋族的话 容易走一波行情 比如说这一边呢 是这边是吧 出现三个洋族 然后后边起了一波行情 然后再往前边呢 这边三个洋族呢 都起了行情 这边呢 其实偶尔有两个洋族是吧 很少出现三个洋族 这边已经出现有三个洋族了 目前来看呢 在横摆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它有出现三个洋族的话 多数第四个是高点 所以我们要 提防下礼拜一礼拜二 见高点的那种可能性 好吧 所以说我们交易呢 尽量在 拜三拜四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欺凌指数 欺凌指数呢 本周说了个十字 专家比例呢 还增加了 那目前一看呢 它就已经在这个支撑线啊 阻力线以上了 但是呢 就离着前一高点就很近了 下一个都在这 如果从庄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还不错 如果说我们单纯从趋势角度来看呢 是比较健康的 下面庄家比例本周呢 还有增加 日线里边始终是比较担忧的 因为没有厂家介入 外资比较多 然后目前呢 你可以看到 它还在一个商务区当中 因为没有庄家介入 所以是很难持续快速上涨 也很难快速的拉升 因为没有庄家介入 但是总体趋势状况还是良好的 目前呢 只是缺少资金 所以说账数不会很坏 但是呢 外资也会推动那个指数上的 不过它会比较慢 从日线角度来看呢 基本上有一点短线超买的状态 下礼拜一里边容易调整 那么其实状况呢 暂时呢是有转弱 所以说要注意它 下礼拜一跌的话容易翻轻色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小股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小股指数呢 还是非常强势的 已经突破了之前 画这个长期下降趋势线 并且呢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情况呢 是非常强势的 庄家资金连续两周 加仓了是吧 这种也是比较强势的 从其实状况来看呢 基本也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是稳定向上的 前面担心庄家资金不够 最近呢一两周 我们看到庄家比例明显的 开始跟上了是吧 所以说逐渐开始走回 健康的状态 好了所以未来投资的重点 还是小股 小股还是庄家目前 参与比较多的一个行业 从它的周线来看 或者说我们看月线 月线里边呢 似乎更加强势一点 前边的规则呢 是两周一调整 然后这个也可以算两周吧 三周了 也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从月线角度来看呢 庄家上午是散布消失 这是很好的一种信号 从趋势角度来看呢 就已经是反转了 对吧 已经反转了 周线呢也比较健康 日线呢逐渐开始回归健康 现在目前是47.28%的 双加比例 所以下周如果能回到 50%以上顺着更高 那么小股指数呢 还是有很大的作为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 留来一下这个盘面特征 马股最终在 拜五呢收盘收于 1612.25上升了9.85 涨幅在0.61 那其中时间上升的股票 是511 时间下跌的是558 时间平盘的是452 下跌股票数量略多一点 从这个行业角度来看呢 发现大多数行业都实现上升了 上升的行业是7个 下跌的行业是5个 其中跌幅最大的就是 Healthcare 脏幅最大的是 Telecommunication 其他涨跌都比较小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行业方面的情况 到底哪些行业是有庄家资金介入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建筑行业 用钱的庄家资金还在减少 然后趋势状况呢 也还是下跌 而且是第一天翻青色 可以下周也注意风险 包括这个消费 消费来讲 庄家已经跑完了 确实往也翻青色 而且是没有创新高翻青色 所以要注意反转往下 Energy呢 已经是跌破主线 而且庄家一直在跑路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注意风险 然后Finance呢 庄家基本也在减少 庆祝也出现了 道士蜡谷也翻青 主线也变青色 所以也不太乐观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手套医疗行业 是吧 现在来看的话 属于外资推动型 是吧 机构还是没有进场 虽然它也有翻鼓 类似于像这种位置 是吧 只要没有通过主线 都属于反弹罢了 尤其是没有庄家接入的话 我们依然定义它为反弹 然后这一面呢 关于这个plantation 还是没有什么起色 趋势还是往下的 然后Industry呢 出现翻青色的这个信号 以及呢 下面庄家是持续在跑路的 所以说我们依然需要注意风险 这种长期不上 震荡横摆之后 容易往下插水 然后这个房地产来讲呢 也是有出现 庄家司机的减少 确实状况呢 减弱的情况 随着我们要注意近期 它是否又回到 这个高点以下 如果没有回到高点以下 可以的 关于这个Race 它在上升 但是外资介入的比较明显 庄家没有什么参与 还有这个Tenology Tenology来讲 你看到 就庄家比例呢 就没有明显增加 确实状况也可以 我们需要注意 它是否能够突破前级高点 如果突破不到 再往下 就因为的大双头开始构筑 是吧 然后下面庄家 没有超过50之前呢 这种上升 我们认为它是反弹波 或者叫逃命波 本周表现比较好的是电信 主要有两大公司的合并力好 导致指数拉得比较高 当然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上升 是吧 它已经突破了历史新高 而且呢 是庄家大富商仓 所以说 在EB2之后 如果说还能够高跟猛进 中间还能够保持在50%以上 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征兆 否则呢 在EB2低下来之后 是吧 就不好 这个Transportation呢 中间在减仓 去状况往上 都是外资在推 所以这种也是要注意 因为Delete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 还是在震大公卖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连对马币的走势 连对马币走势呢 就近两周呢 来出现调整 那这一波上涨呢 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因为刚好是回弹到了白线的这个最后一条 白线对于股价就有很强的阻力作用 一旦没有突破白线 回到白线以上 那么再往下就是更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如果说下周还是没有能够突破白线的话 就比较危险了 从日线来看呢 也刚好是到了白线区域 前面这边呢 就没有波道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呢 有一点反弹 但是始终呢 不够强 然后下边的这个并逼近差显示呢 已经跌破零周 所以说也是要注意它的风险 当然接下来 它是不是会出现创新低呢 我们可以连接这个低点 当它跌到这个线没有跌破就还可以 那这边呢 差不多就已经到了 是吧 这个线跌破之后呢 就是这一边了 所以说我们近期可以关注它 是不是接着往下创新低 本周五呢 收了一个小阴线 这个反弹呢 其实是无效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走势 先来看日线 日线呢 就在一个反弹波 前边呢 有住一个双顶 是吧 然后呢 那本周五是突破了这个平台 本周四突破平台 拜五又回来了 跟那个KLCI指数很像 是吧 就是跟那个手套骨很像 对不对 所以下个礼拜一 收阳线 而且创出 拜四阳线的新高 是一个有效突破 否则呢 下里边一再跌的话 就叫无效突破 然后 从BB净差来看呢 也是已经开始 大大流出了 也没有创新高 我们来看一看 周线的情况 周线的情况呢 就相对比较乐观 在震荡筑底 已经连续五周 没有下低了 没有创新低了 下面的 BB净差呢 再做一个大双顶 只是说目前呢 暂时还没有摆脱 整个向上趋势 我们可以 画一个项目的线出来 在没有突破这项线之前呢 都叫反弹 以及下面呢 BB净差 大丹的流入没有 突破零轴呢 都叫反弹 一旦后边突破零轴了 周线里面 是吧 然后这一面呢 就画一个这样的图 突破这条线了 或者过了一个黄线了 就是一个反转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原油的期货走势 通过原油 本月到目前 倒是来看的是一个十字 然后也通过前边的规则来讲呢 四个月的上涨 容易调两个月 是吧 也说本月收音线 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我们来看周线 其实周线里面呢 已经是古代式上温趋势 因为前边的周线呢 没有跌这么多的 是吧 本次跌的比较多 从周线上来看呢 上周其实有收一个十字 本周收了一个阴线 所以说还是不太乐观 从日线上来看呢 其实就逐渐逐渐走过了 一直在百线和下轨的这个通道里边 今天震荡 而且近四天呢 都没有能突破 这个大阴线的一半 所以说没有突破的一半 然后往下容易创新低 所以要注意下周 一如果说就跌的话 就不太好了 创新低之后呢 进入C浪来下跌 这白线可以作用我们看多和看空的标准 白线以上看多 白线以下 甚至看空 然后死线以下呢 开始暴跌 关于油气股的板块呢 刚才已经看了 最近也在不断外出是吧 所以说有做油气股的这些朋友们呢 就是要注意 是不是要套利了 对吧 然后关于综游期货 我们看本月到目前为止呢 是一个阳线 一个小阳线 是吧 然后整体趋势状况还可以 但是最好本月走完之后呢 能够创出 新高出来 是吧 最好能够突破这个黄线 还要继续保持快速上升的情况 然后从周线角度来看的话 上周呢 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收一个 跟之前一样的这么一个阴线 是吧 但是收了一个阳线还不错 代表市场 转强了 是吧 也说接下来 再出现一波上涨的概率增加了 然后从日线角度来看呢 怎么去确认呢 下周需要回到 不离线中轨白线以上 否则的话 这种上涨是不能够持续的 目前来看呢 拜四拜三突破了中轨 拜四拜五又回来了 是吧 所以说是一种无效的突破 那夏里为一 如果说还是没有突破的话 接下来震荡往下重新移就开始了 在夏里为一里面二 如果还没有能够突破中轨 中轨也是可以作为我们 看度和看空的标准 中轨引下短线看空 然后跌破了一个紫线 中长期看空 那么关于种植板块来讲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奇色 只是说下降趋势有一点减缓 是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纵油期货的情况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那个Bitcoin的东西 关于Bitcoin的走势呢 本月来看的到目前为止 比上个月是有创新高的 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那么以及这个Bitcoin到底是会继续上升 还是下跌 我给大家一个判断的点 本月走完了以后 如果说最高价 以及收盘价没有创出上个月的新高 就要注意了 尤其是收盘价不创新高 就容易结束整个牛市 然后weekly chart里边呢 就在上升 但是账幅呢 没大 同样我们在下周要看是不是创新高 创新高这话也可以 创新高的话 也是要小心双头的这种可能性 从日线角度来看呢 就还在上升趋势当中 只是说目前呢 面临着前级高点的一种突破 就是下周如果能突破前级高点 就还可以 如果没有能突破前级高点呢 容易再去震荡老下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加一个布林线上来 然后你会看到 它的情况是在 在这个中轨和上轨之内 也没有突破上轨 突破上轨呢 容易加速 突破中轨是上升趋势 突破这个上轨呢 容易快速上涨 跌破下跌破中轨的话 容易走下跌破下轨呢 容易加速下跌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本周的大金融图 周报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